劳动市场紧缩加上雇主公积金缴交率调高 本地家庭去年的中位数月入取得了4.5%的增长 达到8666元 不过经济前景不明朗 生产力无法大幅提高 今年国人的收入增长预料将减缓 来看记者聂国卫的报道 统计局公布的家庭收入报告显示 明明家庭成员的中位数月入去年达到2500元 同前年相比增加5% 如果把消费物价指数考虑在内 每名家庭成员的中位数月入增加了5.4% 实际家庭月入则增加4.9% 其中10%收入最低的本地家庭 实际收入增长最多达到10.7% 这同政府推出渐进式薪金 以及就业奖励措施有关 报告也进一步指出 本地家庭的实际收入过去5年 平均取得3.8%的增长 比前5年的2.9%还要高 分析师表示 本地员工的实际收入增长已超越了生产力 如果没有提高生产力 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影响下 收入难以为止高增长 去年家庭收入增长了4.5% 其实是蛮健康的 虽然经济增长没那么快 但是就是由于就是政府也是有一些津贴 像建国一带的一些津贴 就是支撑着了这家庭收入的增长 报告也指出 本地每名家庭成员获得的政府津贴有所增加 从前年的3,515元增加到去年的3,985元 增幅达13% 其中一房市及两房市政府组屋的每名家庭成员 获得9,318元 大大超越其他住屋类型的家庭 用来计算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去年达到0.463 是近年来最低的其中一次 如果把政府津贴考虑在内 基尼系数更下跌到0.410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伟报道